嗯,黎芒,过来看一看我们的儿子给我们发了一份电子邮件 妈妈,爸爸,你们身体好吗? 真想你们,美国这边现在是中午,你们现在应该都还在睡觉吧? 我们以前告诉你们,美国有多人喜欢听我们唱歌 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认识我们 进南前后方有一下我们上个星期唱歌的照片 照片里的女人是我们的美国里的朋友 我们来美国以后,他们帮了我们很多梦,还和我们一起唱歌 有的时候我们多连去旅行,现在我们会旅行了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以前没有跟你们说我们来美国唱歌以后 因为很多人喜欢听我们唱歌很多钱 现在我们准备在美国做手术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一个月后就做手术做好了,我们会马上告诉你们 爸爸妈妈,这几天高兴的事,真多 就在几天以前,中国CCTV的人来美国采访了我们 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是怎么说的 现在不告诉你们,请你们一定要看电视 他们说北京时间7月17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两点 在CCTV4能看到这个采访 7月17号,下午两点,妈妈爸爸一定不要忘记啊 向左向右,7月16号 7月17号?那不就是今天吗?现在几点几分了? 嗯,哦,两点十分了,赶快开电视 哦,这是CCTV,今天晚上我们欢迎两位很有意思的人到CCTV4 我们今天跟想左和想右谈谈 他们是连体人,在腰部连在一起 你好,想左和想右 你好 好,现在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坐在电视机前喜欢你们的人想问的问题 那请问你们是怎么出声的? 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很多年前开始的 呼吸呼吸,呼吸,压压压压 谢谢你,Mio,你生了两个美丽的小孩 那他们长得跟你一样好看 连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 我希望他们长大时候会我一样高 你应该有很多问题里方 他们是要不连在一起 手术让我担心疾压 手术多少钱 很贵,要二十万块钱 对不起,手术太贵了 二十万块钱 我们,我们不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 不管开刀不开刀 我们还会爱我们的孩子 那你想叫他们什么名字? 你喜欢什么名字,我们就叫他们什么名字 好,我们就叫哥哥向左,叫弟弟向右 太好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很尴尬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 可是你们的英文很好 谢谢你,学英文很难 那你们是怎么学的? 是不是在大学学的? 对对,我们是在大学学英文 我早就不想学了大学 大学说我必须学英文 我也记得 想右一直想学英文 可是我不是很喜欢学英文 您好,哦,想右,想左 你们为什么来我的办公室? 老师,我不想学英文 我爱因为我觉得我唱得很好 但是我的哥哥想学英文 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你们说英文已经说得很好 除了那以外,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得学英文 我很高兴想有想学英文 我希望你想左也觉得学英文让你很高兴 谢谢,我爱学英文和看英文书 想左,学英文以后 你可以唱英文歌 如果你唱英文歌 你能给国外的人你的唱歌 这是对 像左,我觉得有很多人会想听你唱英文歌 请试试说英文 很有用,也现在很火 行,老师,我会试试看 我们现在得上课去了 好,再见 美国离中国非常远 你们为什么来美国?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出国? 其实,我们来到美国是为了教好的工作 对,是一位王先生建议我们来美国 他告诉我在美国我能成为歌手 多唱歌,又多赚一点钱 大家好,我叫想友 我哥哥想做会给你们唱他最爱的那首歌 再唱一首,再唱一首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唱歌唱得非常棒 我想问你 你唱歌唱了多久了? 我从小时很喜欢唱歌 那你能唱英文歌吗? 我会唱很多正文歌 但是只会唱三首英文歌 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回美国去 如果你知道几首英文歌 你可以来我的办公司唱歌 怎么样? 去美国? 我们公司里也有两个联体人 美国有很多人喜欢他们唱的歌 谢谢你 谢谢你 但是我们什么钱都没有 我们买不起飞机票 我们付不起房租 在美国我们没有工作 没关系 我们的公司会帮助你们 公司可以给你们吃的、喝的、住的地方 还会帮你们学习英文 还有学英文的歌 那你只要好好唱歌 别的我们都会帮助你们 好吧 好吧 一言为定 我们非常感谢您 王山声 如果我们出国 他唱歌会唱得越来越好 而且未来会 外国人会想听他的歌 上次问我想不想去美国的时候 我马上问他 回答 你想去哪儿 我就要去哪儿 你真的是个好哥哥 好 我们听完了他们的故事 现在就听他们唱的歌 虽然他们在美国都唱英文的歌 今天晚上他们给我们唱一首中文歌 等会我에 说 UNTOO 真的 Print 放手 我叔叔 高 разб 不要拍拖子 放 站上去 便宜了 好嗎? 今天今天也很美 我今天會來 好嗎? 我的天 不像笑說看流淚 從來不相信我